年轻有为的女编辑跳河自杀 尸骨未寒之际 她的丈夫又因为房子分割 遗产继承等问题 将她的老父亲老母亲 告上了法庭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那位于风暴中心的两位老人的心 早已经被揉错的 破碎不堪了 这些网络跳三人 拼死拼活的阵 不过想说 你走了 新房显然已经布置得差不多了 当初为了买下她 李永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她甚至还从自己父母那儿 借走了四十五万 现如今一切都布置妥当 女主人却再也来不了了 她甚至可怜到还没在里面住过一天 女儿走了 新房对老人而言 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老太太甚至觉得 眼前这一切呀 都已经成了空的 她只是想不明白 作为女婿 那个叫沈明的 怎么会说变脸就变脸 非要把他们两个老的 往门外脸呢 她好像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们 我觉得她不是羞辱的我 她是羞辱的道德 羞辱的良知 那就说各位也能猜得出来 眼前这位亲得发抖的老人 正是死者离营的父亲 私下里她也跟老伴说过 女儿死了 后半生也没啥寄托了 就算守这个空房子又有活用 不过是同增伤感大 可女婿的做法 到底还是激怒了 她说女儿再偏有灵 看她这一切 指不定得多寒心 可爸有说 他们的宝贝女儿 如果生前不是伤透了心 又怎么可能投革自尽 想到这一句 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可就浮现在眼前 我们一家吃了晚饭 他们说他们俩出去溜达溜达 溜达回来吧 就看我女儿的生态就不对了 反正情形很低哦 我说是不是为我们俩老在这 给你们添了麻烦 我只有这种话来刺激她吧 她说不是的 那是李颖自杀前三两个月的时候 现在一想起女儿 一言又止的样子 老太太心里就跟针扎一样 这孩子太要求 有的男性的事 竟然跟自己的亲爹亲妈 都不吭气 她到底为啥在苦撑 最后让她冲不下去的 又是什么 两位老人开始在 女儿住过的房间里 是一冲乱翻 她们要找到那压垮女儿的秘密 可结果呢 答案没找到 倒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我女儿出事之后 马上把电脑里面的东西全栓了 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就连女儿存在电脑里的东西 也被沈宁给扫荡的一干二净 这心里头没鬼 不至于把事做得这么绝吧 那这沈宁到底想掩盖什么呢 要火化了前一天 她在共同说 她知道李颖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怎么回事 她沈宁竟然知道李颖有自杀倾向 知道为什么不想办法阻止 难道她对李颖的生死已经漠不关心 难道她们夫妻之间出了问题 老两头几乎不敢相信这样的判断 虽然说女婿已经让她们很生气 很伤心 可对这小两头的感情 她们从来没有过怀疑 要说也是 最难的时候两个人都挺过来了 现在怎么可能出问题呢 李颖跟沈宁结婚什么都没有 对她没有婚礼 没有拍公家照 算计没有